싱鹰 較用本地番茄 首先你平常吃到的番茄很大 番茄的味道就不太突出 本來番茄的優勝之處就是它會粉一點 會濃味一點 番茄湯每一天早上就會煮 我用了30斤番茄 13至14K的洋蔥去熬這個番茄湯 我們還會加一些昆布白麵糞 用這兩樣東西去取代一些肉的味道 昆布裡面的味道會帶有少少海水味 令湯的鹹味就不用加得那麼重 不用特地加很多鹽 用白麵糞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把番茄的味道提升 倒了兩個小時再看看番茄會不會有些味爛 如果有些味道還溶完的時候 我們就會繼續熬多一會 用一支盆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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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盆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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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